新北市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她煮了一个拐杖 还有一台买菜的推车 眼睛看不清楚了 请学生帮她叫一台计程车 结果上了计程车之后 司机不肯让她把推车放在后座 因为司机担心 阿嬷的推车会把她的皮椅给刮破 所以直接叫老阿嬷下车 拒绝载她 旁边帮老阿嬷叫车的同学 就痛逼说司机会不会太没有同理心了 坐别库车 因为我没办法 因为只是想跑跑 老太太白发苍苍 势力模糊 一手拄着拐杖 一手扶着推车 驻上机车车却被问奖赶下车 司机不能通融一下 他人家行动不方便 他人家都会割破 可是重点是人家行动不方便 你有必要这样吗 他人家为什么那么差 司机坚持不通融 老太太一脸无奈 撑着身体下车 帮一下老人家 他要放后面谁帮他拿 老太太因为眼睛不好 请学生帮忙叫车 但辅助走路的推车 问奖怕刮坏椅垫 不让他放在后座 司机先生就说 可是 可是 我不能扶他下车 他感觉就很不想在他的意思 没看过态度那么恶劣的 就是第一次看到 然后我们拦第二台的时候 他就通融了 就觉得那台时机就有点过分 学生正义地 热心帮忙老太太 却遇上问奖嫌麻烦 被质疑聚在弱势 观感很差 记得陈锦雄 黄飞滑船继的庄长 新北新报道